今天给家人们分享一道外焦里嫩酸甜爽口的硬桃肉 首先把里脊肉切成小方块放入料酒 盐胡椒粉一个蛋黄 先给它拌匀糊的 然后放入一袋脆皮炸粉 用手给它拌匀糊的 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沾上脆皮炸粉 接下来五层油温放入肉丁中小火慢炸 炸熟炸豆炸至定型捞出油温再次升高 放入肉丁炸至外表金黄酥脆 可以捞出 接下来锅中油热放入一袋糖醋汁 大火烧开熬至其大块 然后倒入咱们炸好的肉丁 再放入几个青豆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出锅 樱桃肉像我这样做可好吃了 喜欢的赶紧收藏吧